台語跳舞 每天報信書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神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台語跳舞 火車不然是很多人常常愛坐的交通工具 也很受到大家的歡迎 今天我們就要來和大家分享 火車有關係的這些台語 火車也叫做火魂車 會叫做火魂車是因為 以前的動力是社會團會搶煙 所以也叫做火魂車 在日本時代開始 它就一定是台湾最重要的台中文書鋼骨子 如果現代化的火車是疾電的 我們會叫它電器火車 台湾的早期可以說火車走到哪裡 多次就發電到哪裡 台東市的大發電和日本政府 決定要在台東設車站有密切的關係 火車和一般的主用車不同 它要走在鐵機路上面 鐵機路就是火車在走的路 總是它不能讓火車走而已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愛人手牽手 做會走在鐵機路上面 那圍面有得很ロマンティック 鐵機路的看度 傳統上是用幾分幾分來算的 為什麼呢?因為標準的鐵機路 看到是143.5公分 那一般台湾的鐵機路 這是100公分6.7公分 也就是標準幾度的10分之7公分 所以有人說這是7公分的車 如果5公分的車除了大家最知道的 英國用來載甘吃以外 阿里山的鐵機路還是5公分的看度 就是說它是標準看度的1分5公分 差不多是76.2公分 早前還有一種專門載火團的3公分的車 鐵機路的看度是61公分 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在用了 那火車會走是由第一次的車廂去打動的 這次車廂的台語叫做火車部 機車頭 有人也說是機關車 雖然有很多人會這樣說 但是大部分台灣台語人 是要用火車頭來穿給他 因為對一般的台語人來說 火車頭還是車頭就是車站的意思 有一個很出名的台語歌 第一句就說 送你到火車頭 我頭走你走 這個地方的火車頭就是車站的意思 所以你如果說 快看火車頭在穿煙 聽到的人 大家不會認為說 你是在說 火車沒有穿煙很出名 電腦會認為說 是車站到火了 要緊繳依依依依依來打火 車頭通常都有正後兩個出口 團通常我們會說這兩個出口 是正夜到後夜 現代也說正夜到後夜 火車如果比一定的時間 比較慢到它 我們就會說火車萬分 如果火車出意外 對鐵機路上面拔下來 這台語 我們就說火車擺煙 還是擺煙 其實 早前也會用日期漢儀 突然來穿煙這件事 總是連沒手了 突然的意思 變成是說 人們擦行擦行 沒有正經 電腦比較早拿來說火車擺煙 技術反應時代 無論是火分的車 變成電氣火車 還是突然的用法改變 都反應出時代的變化 你們說 台語是不是很出味呢 今天這個台語聽不懂就先說到這裡 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把時間交給給祝福 會贏 δια視頻 一直轉